今天你是大学期间你没有参与过别的实习 你也讲了你认为很多别的实习的岗位 是不能带给你一些成长的 那你在做这个参加一些竞选 包括一些这个走秀的比赛的时候 在这个活动你觉得你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自信 包括一些受挫能力的提高吧 那你认为你的这个受挫能力 接受挫折的能力和自信这个能力 和你在学校课堂上学到的专业能力 在求职的时候哪个更重要 人力资源的话应该是专业知识会重要一点 但是如果你可能与领导或者同事沟通不便 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话 你可能学到就是学到的话 也不懂得去如何展示和 静雯啊第一环节最后 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如果你今天来找的是一个摄影师 或者和模特相关的 我们一点不苛求你专业 但是你今天来找的是人力资源的实习生 我们就必须阴港考察 所以考你那些 好吧 第一环节到这里 我们请企业家做出选择 好 还有五盏灯为你留下 好 好